和藕套养小龙虾 村民生活乐开花 鱼园藕家和春卷 水仙惊艳金沙沟 三辣菜 甜米酒 醉蟹香在当里头 皮包水 水包皮 新化年夜饭 幸福多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播出 家乡的年味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消费主张 消费主张由五粮业特约播出 消费主张由无限级赞助播出 养生故本 健康人生无限级 江苏新化是一个有着 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役 地处苏中 李夏河腹地 境内河湖港岔 纵横交错 溺如猪网 有时说 鱼虾两米 净交流 大小舟船 买卖愁 驾得天舟通四海 水乡千里 庆丰收 现在的新化交通条件 大大改善了 有着12万亩的水域面积的 水乡新化 鱼虾狐仙众多 那么这里的老百姓 会做出什么样的年味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江苏省新化市的沙沟镇 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镇 富裕起来的沙沟人 此刻用古老的板凳龙 来表达丰收的喜悦 热闹的气氛 加快了沙沟人过年的脚步 灯笼挂在了古镇的街头小巷 新化独有的红皮小麦面条 一圈一圈的马放整齐 向路人展示着黏的味道 面的香味还在热通通的 绿花卷中萦绕 那绿意盈盈的色彩 洋溢着满龙春意 沙沟人对于春的盼望 还包裹在这一只只酥皮春卷里 酥油面是酥的关键所在 拌成薄皮 放入鸡丝 冬笋 酒黄等多种下料 拌成的馅鲜 在油锅五六成热的时候放入春卷 能到金黄色捞出 外皮酥脆松香 内馅诺年可口 沙沟马饼 金亮的光泽 就来自于菜籽油和猪油的渲染 看见它就能体会到香酥的美意 圆着原味的水香美味 清澈广阔的水域物产丰富 孕育了独特的沙沟美食 沙沟人阮淑海一家早早地从城里赶回农村老家 为的就是寄煮香愁 回味家乡的美食 他们请擅长烹热的留意来制作一顿年夜饭 沙沟人最得意的大鱼园 不得不说谈历史悠久 早在明末清初就已出名 显著特点是 一是细腻 二是鲜嫩 三是有韧性 所以制作鱼园 选用白鲜鱼为上品 要求水质比较高 比较新美 因为白鱼肉质比较适宁 剔除鱼皮 鱼刺将净肉斩剁成细肉泥 再加姜末 葱花泡过的水 鸡蛋和淀粉 盐 在盆中反复上劲 再把鱼肉泥挤成球 看上去像水窜 实际上是过油 它的温度在60到90度之间 三层油温 因为油温一高 它外表永远蓬化 里面是深的 通过这个低油温 来慢慢地把它养熟了 要里外成熟一次 沙沟鱼圆又大又圆 在油锅里 犹如乒乓乓球一般 外皮似尖 内肉如银 即 程度 绫尖 带来 成功 中文庄 就是 最快 那么 最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莲藕和小龙虾是这个农冬季节 沙沟百姓们引以为豪的年夜饭食材 今年65岁的李维兰 是江苏省新化市沙沟镇关河村村民 他承包着村里40亩的水塘 快过年了 为了能早点把在医院治疗的儿子和妻子接回家 李维兰依然在冰冷刺骨的河塘里忙碌着 而在2015年之前 李维兰一家的日子过得很是艰难 李维兰所在的关河村 一共有700多户人家 其中贫困户60户 由于地处偏远 有沙沟的路水源铺 进庄出庄一把卤的说法 既是比较低 发雪的时候经常到红楼栽 所以农民手的比较低 这6子户有的是阴病治疲 有的是缺乏劳动力治疲 有的是缺乏技术治疲 李维兰一家阴病治疲的困难情况 受到了村支书李维岳和党员们的关注 我们支付数据过来了 带领我们去掌握了 没有请支付数据给给我们 引导他进行河河套小龙虾 我自己借给他4万块钱资金 就这样 在资金和技术的帮扶下 关河错的村民们从2015年开始 种植核藕的同时还在田间套养小龙虾 当年李维岳就归还了一部分借款 第二年借款全部还清 2018年李维岳实现脱贫 到了2019年 关河村60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现在李维岳由于养龙虾 他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他自己儿子开病的钱 他全部还掉了 自己手上还有一部分 他乐子过得相当好 我们村的村基础收的是800多万 好的龙虾一年收的有100多万 今年和偶的市场行情不错 高的时候能卖到2元多一截 李维岳承包的40亩核糖 每亩收益在4000元左右 而其中套养的小龙虾 每亩收益在2000元 这个龙虾一年4000至5000是80块钱 小龙虾一亩钱是150斤 每年收入大概能有多少 每年三十万的养的吧 目前关河村和偶套养小龙虾的面积 大约有8000多亩 这一试点的成功 也使得沙沟镇的套养面积 达到了10万亩的规模 沙沟镇原有贫困户980户 1875人 2019年也全部实现脱贫 这是一种立体生态的循环绿色的一种重要模式 我们这些贫困户在虾尔共生这个产业里面 它通过重偶 通过财偶 通过养小龙虾 通过卖小龙虾 这些就业的支撑 就业的实践 获得了比较好的收益 不仅脱了贫 而且生活越来越好 现在乡镇干部们意识到 脱贫 简仅依靠注写式的慰问 在激发贫困户脱贫的主观能动性方面比较薄弱 于是他们找到了一条拥有所为的产业 来支撑农民脱贫的新路子 有了强大的产业支撑 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我们的村墙名副 福祉的关键 是找到它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途径和方式 打开它这个模块 寻找老百姓身边最适合的 也是最能够带动它致富的产业 新鲜采灰的和藕 两片之间加上猪肉馅 蘸好面糊 窜入油锅中炸 一会儿金黄脆香 藕香浓郁的藕夹子就做好了 藕中间有洞 并上是圆的 跟过去的那个铜琴 寄进 把藕夹也叫银银 这个春季之间 上藕夹 就是像看到琴一样的 就这样的语字 与和吼共生的小龙虾 为沙沟人带来了财富 葱姜蒜爆炒之后 红红火火的小龙虾 让沙沟人的生活 更加吉祥如意 热闹的煸炮声响起之后 它会上一道重要的菜肴 红烧肉 主人把这个红烧肉 跟到桌子上去 表示对客人一种尊敬 日子在日子孤的红红火火的 今天我们回到了老家沙沟 吃一个团圆饭 作为我们全家幸福 万事如业 祝愿我们的沙沟 未来更加繁荣富强 干杯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化市区在一片喧闹声中兴兰 咸鱼 咸鸡 猪头肉等咸货 挂在门口晾扇 这是新化最接地气的年味 市场里熙熙攘攘的人群 买着点心 够着年货 连接的铺子里 店家正在把红豆裹在糯米团里 15分钟后揭开锅盖 建团游戏 合家团圆 这是我们又多美做的红豆裹 过年吃的 过年吃这个寓意着什么 家里的海团圆 每当腊月寒冬 新化安丰镇上还有一绝 这一绝传承了600多年 我看你们家料了很多的菜 这是什么菜 这是在我们当地叫麻菜 全名叫芥菜 根可以做芥末 但是在我们当地是做三辣菜 要取它的利心 就是外面去掉这个黄椰 外面这个菜坯都不要 腌制三辣菜 要选用肥大健壮的野生芥菜 连根挖起后去除泥土 一颗颗粒倒挂在阴凉通风处 自然风干 这样既可以去除较重的辛辣味 同时还可以增加起特殊的辣香味道 15天过后 洗净 沥水 要切得均匀细小 放在铁锅里用文火翻炒30秒 这个炒我看 如何是低温要多少度 30度到40度吧 它炒的话吃着轻微 水分也要撒掉 这样就已经够闻到那个芥末的辣味 辣味 辣眼睛还 炒好的芥菜充分放凉后 再加炒过的细盐 白砂糖 熬熟的菜籽油 清脆可口的萝卜干 胡萝卜丁等佐料拌匀 装入干净的玻璃瓶中 密封盐室放在阴凉处 腌制一到两个星期 它这个口感就是清脆麻辣 必穿而过 就是有点吃芥末一样的 对 酸辣菜的清脆麻辣 让人难以忘记 而在新化 特别是春节 酒更是必不可少的 佐餐佳酿 新化市舵田街道 戴家村的邹宜征 带着女儿邹君 学做酒酿和米甜酒 邹宜征对制作酒酿用的 糯米选材严格 通通的讲是 这个圆罐子 并于堂花 并于发酵 圆糯米在水里浸泡 15个小时之后 吸水增加重量 达20%到30% 清洗之后 一层一层地在锅里铺好 找不好火和火温度 使蒸出的饭 硬度粘度适中 半个小时后 蒸煮好的糯米饭 用冷水降温清洗 这样才能保证 酒酿中的糯米颗粒分明 有一定的硬度和嚼劲 充洗一个是 把它这个糯米 比较淋了一部分充掉 像这个酒窟的时候 好加工 就是好拌 把它拌得更均匀 等到糯米饭完全冷却后 拌入酒区 36个小时后 酒酿发酵完成 和李分明的 这个酒酿 我看跟平常的酒酿 不太一样 它是有一些硬度的 不像其他酒酿 是浪货货的 没有什么酒的味道 我们因为把它 这个不怒控制得好 还有发酵的时间 控制得好 你如果你这个酒酿 你温度控制不好的话 它就会转换成酒 将放在缸里 封存100天左右的 糯米饭取出 然后压榨取汁 流出的就是米甜酒了 这个气派是比较多一点 过年的时候 一般的酒酿 是做那个糖丸 跟那个鸡蛋 打那个酒酿根 新化的米甜酒 在做醉蟹的过程中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化是中国和鞋之乡 年产螃蟹超过5万吨 铜玉的祖上做醉蟹 有600多年的历史 新化本地产 贝青杜白的 二两红糕母蟹 是制作醉蟹的最佳选择 它就是这个蟹 生命力比较强 而且还高啊 肉都比较就是丰文 清洗干净螃蟹的杂质和泥沙 之后晾干 再用60度左右的白酒 消毒15分钟 消毒这一步很重要 因为你不消毒 它这个是生的 它里面还有维生窝 氏菌 通过这个白酒 杀菌 这样切起来更好 更放心 新化醉蟹用的手法 很是独特 秘诀就在这一口口的大缸里 漂浮在最上面的是花椒 除此之外 还有盐和八角 醉一缸400斤的螃蟹 需要用掉米甜酒450斤 就是我们新化的凛味 我们从小切这个醉蟹 切得到 这五天要翻一次缸 翻到另外一个缸里 把它全部翻一下身子 一个月后 蟹膏香浓润滑 蟹肉入口即化 鲜甜甘美 醉蟹是很多人都爱吃的美味 蟹这个比较薄满 很满 你看 这个醉蟹它就是 切起来口感比较嫩 鲜 还有甜 脂味没那么重 新化的鱼虾蟹等水产品 闻名全国 美食众多自然不在画像 但要说到纯正的家乡味道 安丰百叶却是记忆中最为深刻的 新化市安丰镇的陆康贵一家 世代做豆腐和百叶 黄豆加水发胀四五个小时后饱满 墨浆去渣煮熟以后做成豆腐 主书的豆浆每次摇两勺倒入落起的木匣子中 再随之铺上一层专用的百叶布 折叠之后再舀入豆浆 如此反复 像这样一个匣子能铺第二层 两百六层吗 等到三个木匣子全部一层层的铺满了豆浆 在顶部加上千斤顶 放上木板固定就要开始压制百叶了 只见陆康贵用力下压着千斤顶 十分钟之后水分逐渐渗出 之后要再换三四次木板 继续压制直到水分完全吸出为止 这样就压成功了 要把它撕开 压成功了 轻轻地撕开一张张新鲜的百叶 浓浓的豆香成了很多新化人 记忆中的香愁味道 百叶又薄又有嫩性 食用怎么弄放下来还是一样的 吃到嘴里又香又劲的 食用怎么拌 所以嫩性 安丰百叶不仅是新化人的香愁 更是新化免业范中的主角 逢年过节 如有外地亲朋好友来新化做客 张洛赤年也反便是主人们的头等大事 过年了 今天我们聚到一起 做洛人身体经常 新年快乐 最惦记的还是百叶 它几乎是可以说是新化的门眼 我最喜欢吃 散子竹饼和肉圆粉丝 必须要点一份嫩嫩的生家 桂花藏藕吧 它的玉叶也是甜甜蜜蜜 谈谈圆圆的意思 新化年夜饭先是冷盘 一般有嫩姜 甜红枣 桂花糯米藕等 除了冷盘还有热食 烫柏叶是年夜饭名点之一 色泽素雅 软嫩异异常 鲜美眷勇 这大煮干丝更是年夜饭重的干家菜 切好的干丝放入去油的鸡汤中来煮 所谓大煮就是鸡汤要多 灶火要旺 散子煮饼既有散子的油炸香 又有烧饼烘烤香 加点红糖 添血气不能量 热乎乎连汤带水 味道当然美 年饼 新华人喜欢过年的时候吃这个 所以也叫年饼 将糯米粉和好成团 再按扁 用菜籽油煎熟 色色金黄 粘糯细腻 最后还要加上主食 一般为红皮小麦做的红汤面 寓意常来常往 长寿的美好祝愿 面条是养在汤汁里面的 口感比较适合 比较香 在新华 年夜饭是一种社交饮食习俗 也是一种愉快的消遣 更是过年时家人团聚的重要时刻 新华人丰富的文化大餐也必不可少 他们会在过年的时候 演唱《毛山浩子》增加过年的气氛 毛山浩子是起源于新华毛山地区的一种民歌 多数是一人领唱众人鹤 一问一答 一唱一贺 在演唱风格上 毛山人打浩子 行腔稳健 养字有力 男人嗓子粗 女人嗓子柔 土音清晰 整个曲调富有弹性 我们《毛山浩子》呢 它有北方民歌的高亢 也有我们南方水乡的柔美 《毛山浩子》以舒缓平时的音调旋律 明快有力的音乐节奏 快慢自由的演唱速度 分合有致的歌唱形式 形成了高低协调 永叹自如的独有民歌特色 《毛山浩子》在我们过年演唱 更表达了我们《毛山人民》 对未来的美好生活的一种憧憬 一种向往 新化的过年习俗 从腊八这一天开始 一直到正月十六才结束 新化市民苏永科和妻子刘瑞莲 一家人正在院子里准备迎新年 庆新年 请一位老师专门特地给我们写的 人节地年 雾华天保 以我们这个国泰民安 这个清新向荣 最普通的菜肴 无不是家人的美味 红烧鰻鱼 为宴席常备菜 葱姜煸炒五花肉 再加入鰻鱼段 收汁后鱼段光亮 表皮完整 肉嫩味鲜 酱蛋又成元宝蛋 粉丝肉圆酱蛋 就是在做红烧肉圆的过程中 加粉丝 酱蛋同汇而成 酒酿的香甜 加入糯米小圆子 寓意着团团圆圆 甜甜蜜蜜 醉蟹 三辣菜 是年夜饭必备的凉菜 当然全家福 红烧老鹅 八宝饭 更是缺一不可 来来来 我们一起来 祝人家人身体健康 全家幸福 生意兴隆 万事夺益 干杯 与此同时 新化沙沟古镇的欢庆还在继续 古彩缤纷的板邓龙 在流光溢彩中与民同乐 祈祷来年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五股丰登连年有余 我们消费主张自从开始 征集家乡的年味的视频以来 得到了网友们的大力的支持 我最怀念的家乡年味 这个话题在短视频平台上 也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播放量也是每日持续增长 网友们纷纷晒出了自己的 拿手绝活和家乡菜 您也不妨拿起手机 通过央视财经新媒体 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的账号 来分享传递 好的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网友们发来的视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年准备年夜饭 老铁朋友们 咱们要是方便回家过年的 咱们就回家过除夕 因为疫情不方便回家 咱们就就地过年 祝愿老铁们在哪都开开心心的过年 来 看看这一种风筝的菜 来来来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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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吃菜 来来 撒情书 说话乒 请走点更轻 祝大家新年快乐 牛气冲天 耶 原地过年也别亏待自己 教你把我老家的特色饺子 一学就会 走着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 消费权威发布 近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 发布电冰箱产品质量 国家监督抽查情况通报 其中浙江华美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的冷柜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项目不合格 浙江节胜这等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的冷冻冷藏变温冷柜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结构 能效等级项目不合格 中山市格兰特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的家用电冰箱 耗电量能效等级项目不合格 近期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 发布化妆品抽样检验信息的通告 其中标示广州市庄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的原泥动力清洋火山能量深层清洁原泥膜 不合格项目为深 标示广州碧亭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贝斯戴尔草本去豆精华霜 不合格项目为不得剪出西咪涕丁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消费主张 更多精彩的内容 大家不要忘了下载我们央视财经客户端 好朋友们 拜会